开始做饭 想吃小时候那个挂姜土豆了 也就是拔丝土豆 自己打了四个土豆皮 那个做一下了 看看能不能做好 给这个土豆给它切成这滚刀块 给它水冲一下 淀粉葱没了 这水给它擦干点 和这纸吸吸水 倒入豆油 油也热了 千千万点给它冻一下 让它挖锅 这土豆也不碍熟 炸得大约十分钟 期间给它冻两回 要不是给它挖锅糊了 我用这个电话锅熬点粥 大米和玉米粒熬了 蒸肉再给它晾了 搁了一点玉米粒 好了 一勺水 两勺糖 来了一量的油 倒入果汁 咱颠覆下来 翻亮一下 我粘上来 来点芝麻 看咱这撕拔的啥样 家人们吃饭了 这个拔撕土豆做好了 但是感觉有点失败 第一个 我感觉就是糖多水少了 糖感觉发感 第二个感觉应当是过游的时候 这个油不是特别热 这土豆再不就是 那个时间短 一加就碎了 但是刚出锅 那公斤撕拔的还是挺好的 现在都粘成一团的 我这盘子抹油了 那公斤 就这样 成一个大年坨的 拔撕土豆的 一个大汤嘎的了 但是味儿还是那个味儿 就是喜能不咋好看 糖甜土豆面 我就爱吃甜的嘛 老长时间都想做点这个拔撕土豆 还得长做呀 失败了 你看要得像这样就挺好 正好吃甜的喝粥 做饭就是这样 看别人做吧 啥都会 到自己这会儿吧 有可能一试就耗费 但是咱该做也得做呀 多做几回就都成功了 行不好 下回 还得努力找原因 当时出锅时候 就这一块可好的了 那撕拔的可长了 瞬间就凝固了 就拉不长死了 我之前做这个拔撕的东西 我好那个放油和水 但是我感觉油和水有时候好糊锅 糊的特别快 就发苦 我就看别人用这个糖和水熬挺好的 先一劲也试试 自己就想吃小时碗那个味儿了 我记得我们小时碗 那工就农村做大洗 压轴菜就是这个挂浆土豆 我们就都想做洗一下 等这道挂浆土豆上来吃完了 完了我们就下桌了 要不立花就等这道菜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这块用面 炸的那个面梗 就就像一种类似于小饼干似的 这两样是我们最得意的 现在做起都没有这两样 一会吃完饭出现溜达溜达去 上体育场走一圈去 今天这个我们这块有点阴天 雾松又可好了又 但是这根就有点黑了 这点失败的土豆又给我吃两顿了 下顿一热这就不能好 这顿多吃点 自己这两天又没啥事 我就先个个给这带两天 就先不回屯子了 过几天再回家 我再慢慢吃 因为它这个糖修有点发硬了 慢慢吃慢慢嚼 吃完了之后 我得上体育场溜着一圈去 吃完饭了上这体育场来走一圈了 今天这白天这个树瓜可漂亮点了 现在还有呢 没啥事上这走一圈 这块两排都是这个柳树 你要在这个小的路这块走 就感觉在那个童话世界里那种感觉 这块是的老好了 我找个手 什么 我找你 你干什么 你干什么 我找一下 你干什么 我找一下 我找到 你在这边 你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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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时也不咋来 偶尔这么来一次 锻炼锻炼身体 这有雪 你格外的心情好 但是现在人特别少 这个树冠明天更得漂亮 街地特别多 我明天上午没啥事 来再给你们记录一下 拜拜 今天就到这